好,今天我们讲2.3,反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个答案的部分 上面的这个好像后面答案 课本给的答案第三题的这个他给的是5 但是我想想一下好像是给错答案了 应该是5-2π 因为5的话呢是在2π到2分之3π之间 2π大概是6点多 2分之3π大概是4.7多 所以5的话呢应该是在第二项线 所以他绕了第二项线 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2分之π到2分之π之间的角度的话 应该是要用5-2π 所以他才会这个得到一个-2分之π到2分之π之间的数目 所以这集的正确答案应该是5-2π 所以我相信那个课本后面的答案应该是给错的 OK 那其余的应该都不是大问题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3 反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我们的三角函数有横等式 像是sin平方加cos平方等于1 这个我们是叫横等式 横等式的意思就是说他的cita不管带任何值 它都会是相等的 那个我们就叫做横等式 所以在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证明at sign x加at cos x会是等于2分之π 那这个x呢它是规定是在-1到1之间 因为如果你不是-1到1之间的话 你一取这个sign的话呢就是math error了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先我们把这个 他是把这个cosine hat cos 把它拉过去对面 然后呢在两边取sign 两边取sign的话呢 我们讲sign-1次方就会直接的去掉 然后会得到x 因为我们注意 at sign了再取sign的话呢 他就要看那个角度是不是在范围内 如果是数目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不用看 你直接的一定是拿x的 OK 所以就是sign-at sign的话呢 这个可以不用看的 直接肯定是x 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 那至于后面的话呢 我们拿sign值的话 那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就是说 即便我不变正负看向线 对吗 90度减一个角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去cosine 那一换去cosine的时候 cosine跟cosine hat cos 我又可以去掉u会得到x的 所以这个是左式就会得到u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横等式的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横等式 当然这一边 它看一下 这是它取 它有规定说 at sign的值 一定要是 py OK 这个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讲at sign的值呢 它会是在 2分之py到2分之py之间 然后at cost的值会是0到py之间 那如果它取负 因为它在这边是加法 加法 为什么它要取负呢 这个是减的话 它全部取了负之后 它要看的是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值 会不会是一样的角度 会不会是一样的角度范围 所以用这样子来去证明了 就会发现到这里的角度范围 跟这里的角度范围 是一样的 那它就不需要担心太多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如果是在复义到1之间的话 at sign加cost at cost 它就会是得到2分之py 同理你会发现到at tangent跟at cot tangent 它的x就可以取任何值了 因为我们的tangent是重复无限到无限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的做法 它把这个quad tangent拉过去对面 然后左右呢 然后左右呢再取tangent 那左边呢就会 这个好像有点跳步了 所以原本它是把 把quad tangent拉过去对面 就会得到 2分之pi减 content at cot tangent x 两边取tangent 两边取tangent 所以左边的话呢 就会得到tangent跟at tangent就会去掉了 OK 这个是left hand side 这个是righ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的话呢 同样呢 我们讲90度减一个角度 那这个是90度的话呢 tangent就会换成quad tangent 然后呢 又会得到 得回x 所以呢 就会证明到这一个呢 是正确的 也可以 也可以讲说tangent去掉了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拉过来 所以它其实的整个概念是这样的 它就是说 它就是说我们先证明这个是对的 然后tangent去掉了之后 再把它拉过来 它就会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tangent要去掉的话呢 必须要得到的就是 这个角度的范围必须要一样 我们看一下at tangent的 at tangent的这个角度范围是在负 二分之pi到二分之pi之间 content也是跟cost一样 它是零到pi 放负的时候 它就会倒转 然后再加回二分之pi 就会得到负二分之pi到二分之pi之间 所以也是一样的情况 也是像刚才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 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 两个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横等式的 OK 所以这个是反三角函数的 护鱼 为什么叫护鱼呢 就是两个加 这两个其实是角度来的嘛 at sine at sine x 其实找到的是角度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相加会等于 二分之pi就是90度 所以两个角度相加得到90度 我们就叫它护鱼 两个角度将加得到180度 我们叫护鱼 还记得吗 这是小初中的一个名词 OK 护鱼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再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证明这两个会得到这个 所以这题来讲 我们通常是讲 前面有学过嘛 前面的话呢 我们是找它的角度 到最后要按计算计 但是这种证明题的话呢 就可以不需要了 所以之前呢 只是给你一个practice的 就是说 还记得哪里吗 我们翻回去 这种情况 对吗 之前呢 讲说 找这个的值 这个值找了之后 你会发现到最后啊 我们还是要拿 取一个 按计算机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按计算机啊 如果是按计算机 我从头到尾按计算机就行了 所以其实这个的步骤啊 这个method呢 是为后面的铺排 后面的铺排呢 后面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 右边呢 也可能讲说 放个adsign 25分之7 要证明这个东西会等于 ad sign的25分之7 OK 所以我们用同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来做一下这题 所以说同样的我们设置这个为一个角 alpha 这个角度为beta 然后画画那个三角形 画三角形的话 asign是四分之五 那这个角这个应该就是3 345特别三角形 另外一个的话是5跟13 那另外一边就就是12了 5213也是一个特别的 整数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alpha 一个是beta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考虑了 因为它是正的话呢 它一定是在第一向前 如果它在负的话呢 它就必须要在第四向前 对吧 OK 所以它在画的时候呢 它已经考虑了 它一定是在第一向前 这两个角度 相减的话 我们取 因为这一边是add sign的关系 所以我们取sign的话 左边取sign 右边取sign 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证明 最后做不做得出来 是65分之33 所以一方sign的话呢 sign两个角度相减 就会是sign cos 减cos sign cos 减cos sign alpha 是4除以5 cos beta 是12除以3 cos alpha 是3除以5 sign beta 是5除以13 那这个呢 5跟13呢 它相乘呢 就会是535 515 65来的 所以这一边啊 千万你不要去越减了 有些人讲哦 5跟5跟越减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很多手 因为你越了减之后 你又要通分加起来 你又要成为那个5 所以这边其实不需要了 你就得到65 4乘12 就会得到48 5乘3 就会得到15 两个相减 就会得到33 所以是65分之33 OK 65分之33 那因为两个角呢 都是属于0到 二分之π 都是在第一项线了 而且呢 我们可以判断的出来 这个的sine的值 是五分之四呢 是大过这个是三分之五的 那sine的值越大的话呢 在第一项线来讲 sine的值越大呢 它的角度应该就会越大 原因是因为sine的值 是这样子飙升的 所以它越大的话呢 sine的值越大了 角度就会越大 所以同理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一个的角度 应该会是大过这个角度 所以since这个角度 大于这个角度 alpha-beta呢 就应该还是会落在 第一项线 不会去到负值 不会去到负值 OK 所以得到 sine alpha-beta会得到 这个 然后把sine拉过去对面 过后呢 再把alpha呢 换回进去这两个 就会得到我要证明的东西了 明白 OK 所以这个手法跟上面的差不多 所以你们已经有接触过了 那tangent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画这三角形 为什么 因为tangent很特殊的 我们只需要放它 一放tangent的话呢 tangent alpha-beta 全部都是tangent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回这个三分之一 跟四分之一就行了 就不用再画那个三角形 只是说可能到最后呢 所以我们看一下 tangent alpha-beta 就会等于tangent alpha- 应该是方程是错了吧 两个箱家应该是上面加下面减 我可以课本又印错了 注意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是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下面应该是一减三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OK make sense OK 所以下面呢 上面的话呢 是四三十二 四加三得到七 对吗 下面的话呢 是一减十二分之一 应该就会是十二分之十一 十二跟十二可以越掉了 就是剩下十一分之七 所以这个三分数的部分呢 他就没有处理 你要自己处理最好 当然有一些学生就开始 依赖计算机 你知道我在讲谁的啦 剑铜是 好像有一题吧 有根号的出现 你觉得说哎呀很烦啦 对吧 直接按计算机得到0.666 我去按过计算机是对的啦 不过我把正确的那个写法 因为后面的答案给的是有根号的 所以我写了怎样去用 用有理化分母的方式呢 去得到他的课本的答案了 OK所以不要太过依赖计算机啊 有时候他会要求 很像这种情况你还可以按得出来 因为我们的 我们用的计算机啊 记得哈 这个 同考有几款计算机是 的标准 当然我是鼓励用回这个Casio FX570MS 当然这个是我 上网找到是免费的版本 它叫VN 我不懂什么牌子来的啦 好像是越南的牌子 所以他的牌板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很像很像 所以我讲 这个很像我们可以用的 所以他不会显示那个根号的 所以你按根号的东西呢 他就会给你小数点 就不行了 所以你就要用自己用手续去简化他 所以这个根号的话呢 就必须要自己来按 如果你去买570ES啊 好像有一个什么570ES Plus 你去按那种根号什么 加根号什么呢 他会直接的显示根号 答案呢是根号6 那个是不允许用的 要注意一下 甚至的好像是有理化分母啊 就是根号2加1除以根号2减1 他直接会帮你做有理化分母 做出答案来的 然后答案呢 就可能是根号2减1还是什么的 那个是可以直接做完出来 那个就是不允许的 所以买回同考可以用的 CASIO FX570MS OK 当然你可以在官网那里去选啊 以前好像有6款 现在减少又变4款 所以 这个要注意了 正式同考的时候呢 他们会去检查的 好在这里边 得到11分之7了之后 我们再把tangent拉过去 把α跟β带回进来呢 就会得到 跟原体一样了 OK 那这个部分呢 他需要考虑嘛 因为这个值是小于E 这个值也是小于E 我们知道tangent 如果tangentE是45度 所以小于E的话呢 他相信应该是0到45度之间的一个角度 所以两个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第一向线 而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这个呢 因为如果他超过第一向线的话 你需要考虑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他去到了第三向线 他可能是会负值的情况 所以就不可以直接拿atangent了 OK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OK 求证cost atcost 十三分之五 等于atangent atangent三分之二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要画两个三角形 这个放alpha这个放beta alpha他没有画 可能他觉得太简单了吧 alpha应该是在第一向线 五分之十三 这样对面应该是十二 这个就是alpha 然后这个tangent来讲呢 就是二除以三 这样斜边呢 就是二的平方加三的平方 二的平方是四 三的平方是九 九加四到十三 十三开根号就会是他的斜边 OK so 再来的是什么 i cost so 我左边放cos的话 我就会得到cos alpha得到十三分之五 要左边放cos 右边就也必须要放cos 这样他就会是cos2beta了 对吗 cos2beta cos2beta呢 他是2cos平方beta-1 这个其实是有三个方程式的 你可以用这个 你也可以用1-23平方beta 对吗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用cos平方-3平方 这是有三个公式的 那这边他为什么选cos呢 我也不晓得 选 他不想要选这个cos平方-3平方 因为这个的话 你两边都要带数目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他选择了cos 3除以13 根号13 那 怎么13会变3的 又打错了 OK 这个是13 然后补上去 哪平方 339 下面就会是13 9 2 18 18分之13-1 -1的话就减13 18-13就会得到5 所以是十三分之5 OK 所以这边 十三分之5 十三分之5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十三分之5 所以alpha的范围感觉上第一向线 beta的范围好像也是第一向线 但是beta的范围 beta其实是比较需要考虑的 这个很明显 明显吗 这个 其实感觉上它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相当小 所以它判断为它是在0到40 你可以看到它的tangent是2分之3 少于1 小于1的话呢 就代表了它是 它是45度以内 所以45度以内乘2呢 就是0到2分之π了 所以这个第一向线 这个也第一向线 所以他们的角的范围是符合的 所以再来就是把cos拉过去 就会是得到你要的东西 可以啊 所以在 反三角函数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直要去判断它的 判断它的那个角度的范围 因为一超出了我的规定的范围的话呢 我的这个整个方程式呢 就不可以直接拿了 我的at cost就不能直接拿 我可能就要把那个角度 再变换一下 ok 这题修改一下 这个没有记错 应该是85分之77 85分之77 这个应该是弄错了 ok so 来看看啊 12345678 我们做哪一题呢 不用计算 呃 做双数 我帮你们做双数 还有b b好像很简单 哎 不要紧做b ok 然后其余的 当然有一些学生很勤劳的 我即使我解释了他也 呃全部也做一遍啊 那些更好了啊 看你的能力 因为我也是担心你们上课 也比较忙一点啊 好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b a tangent 1 加上content 1 这是特别三角形吧 tangent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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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45度啊 哦 拍除以4 content 好像也是拍除以4 这样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拍除以2 啊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特别三角形 所以另外一个也是应该也是啊 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了 相信应该就是特别 特别的三角形 他才会这样子说 asign0.5 0.5就是二分之一 啊 二分之一的话就是30度 cos 二分之一就是60度 啊 30度加60度就是等于90度 所以答案也是一样是拍除以2 啊 所以a的部分我新算做出来了啊 啊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双数的部分第二题 啊tangent 加上啊tangent 三分之一 等于拍除以4 啊 我们看到tangent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 呃 不需要什么 啊 不需要 画三角形 因为我们 只需要想说 哦 啊tangent 这个等于alpha 啊tangent 三分之一等于beta的话 tangent alpha加beta tangent 就会等于tangent tangent alpha加tangent beta 除以1-tangent alpha 乘tangent beta 这都只是formular 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三分之一 1-2分之一 乘tangent ok 等于三分之一 等于三分之一 这两个都是小于1的值 你可以讲说这个alpha等下会用到的了啊 呃这个alpha应该是在0到45度之间 啊 当然0也不包括的了 你可以用圆挂号了啊 应该不是 不会是0啊 那这个应该也是0到45度之间 ok 这是初步判断 再来下面呢 326 3加2得到5 这个是3 1-1 就好像是6分之5 6-1-5 6-1-5 这题是1 哦 这题是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讲 哦 alpha加beta 因为他alpha跟beta呢 都是在第一向线嘛 呃而且是0到45度之间 所以therefore alpha加beta 应该就会是在第一向线 哦 两个向下 第一向线的话呢 那就是说我们不会超出范围啦 啊 主要是这个啦 所以呢 就会得到alpha加beta 就会等于at tangent1 alpha beta呢 我们可以把它带回进来 at tangent1 加at tangent1 at tangent1 at tangent1呢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第二题的做法 正名题 ok 咱们看一下第四题 我相信应该是弄错啦 啊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修改的话 应该是做到半时了 我们看一下 啊 sign 应该是八十五分之七十七 ok 好 第四题做一下 啊 这题就不行了 我们必须要设 sign 五分之三是等于alpha 所以我们的sign alpha 等于五分之三 这个就要画三角形 第一项线 三除以五 这一边就会是四 这个是alpha ok 然后再来的就是 这一边要放写let啊 因为你let它是alpha跟beta let assign 十七分之八 等于beta and therefore sign beta 1个数十七分之八 也是第一项线 8除以17的话 你去按计算机呢 相信你可以得到这边是15 啊 这个是beta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直角三角形 ok 也是一个特别的直角三角形 看你有没有背道 啊 这个比较 呃 比较少人会背道 这一个 ok 同样的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tangent alpha也是3除以4也是小于1 对吗 所以这个也是在0到4 pi除以4之间 ok 所以啊 两个小度相加我先预告一下啊 会在第一项线 ok 会在第一项线 ok 好 alright so 我们 这个是alpha加beta 然后这个因为是sign的关系 我们计算一下sign alpha加beta kos 等于15除以17 啊 再来加上这个kosbeta是4除以5 sign beta就是8除以17 同样 同样我们不要去越减啊 即使有的越减的话 好像5除以15可以越减 但是我们不要 因为我们这里是5跟17 这里也是5跟17 这里可以越5 这里都不能越5 所以我们不要越啊 57535 51567885 5乘15就会得到45 4832 2个加起来应该是77 对吧 77 除以85 ok 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 修改了一下 因为他这个 alpha加beta呢 会在第一项线 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只要是在 负二分之π到π 二分之π之间呢 都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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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 就会是得到 A 看一下啊 把答案再抄一下 因为把sign拉过来 然后再把alpha抄这个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 sign -1 5分之3 加sign -1 17分之8 会等于 85分之77 ok 所以说这题是课本的 下面 打错了 应该是85打成5成5 85打成了55 ok 然后再来写下第六题 所以 ad cotangent 4分之3 加 ad cotangent 7分之1 等于 4分之3π 这个难搞了 因为我们方程式里面只有 ad tangent 我们的方程式有tangent没有 gottengent的吧 需要画三角形吗? 呃 其实他只需要看的是 原本是3除以4 这里是3 这里是4 这里是4 这个是alpha cortangent 4除以3 等于alpha 那我们就会得到 cortangent alpha 就会得到 3除以4 嗯嗯 当然斜边是5啦 ok cortangent 7分之1 就会等于beta 再来我们的ad cotangent beta 会是等于7分之1 那就是1除以7 这两个角度相加就难搞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角度好像是 好像是大于4分之1了 这题是大于4分之1 啊 因为它的tangent的值大过1了 所以这个alpha呢 它其实是4分之π到2分之π之间 这个也是大于1嘛 tangent的值 7来的嘛 所以我的beta呢 这一回啊 哦 是大于45度 所以alpha加beta来讲 注意它是 π除以2 到π之间 这个会影响吗 等下我们再来考虑 呃 1 当然如果你去算一下斜边的话呢 7 7 49 49 加1 是50 50开根号的话呢 就会是5跟号2 是吗? 啊 对 5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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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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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9 6 10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选tangent的 因为我们formula里面 我们 没有 got tangent alpha加β的这个formula,所以我们唯有的就是放tangent 那放tangent的话就会得到tangent alpha加tangentβ 然后再来1-tangent alpha加β tangentβ 这边tangent alpha是 4除以3 tangent beta是7 所以是1-4除以3乘7 这边会得到三分之 21加4 25 这个是3-7 7-28,3-28得到-25 所以这两个月掉了之后呢,他是生加-1 所以既然他是-1,然后他是在这个角度之间 那我们拿 alpha加β的话 这个还是在范围内啊,因为我们的 这个范围内是吗 这个是 但是不在at tangent的范围内 但是不在at tangent的范围内 怎么办呢 啊,所以这两个角度相加,他是得到 得到这个 啊 tangent只要得到-1的话,他的 而且他要在第2项线的话呢,他就会是三分之四排 不是 4分之三排 当然你也可以讲说,他因为还是必须要是第2项线了 他只要拿 如果你直接拿at tangent-1的话呢,你会拿到是-3 4分之1排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再加回Pi啊,使他变成第2项线 啊,所以是Pi加at tangent -1 最后我再把那个结论放进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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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以4 加上啊 啊 7分之1 就会是等于Pi 减 4分之Pi 得到 4分之3P OK 所以这一题就有少许的必须要去考虑 他是会得到第2项线的角 啊 才会得到这个4分之3P 不然的话,你硬硬去按这个at tangent的你,他会给你 负 呃,负4分之Pi 你就在里挖头了,为什么我得到的答案不一样 OK 所以反三角函数呢,很多时候呢,你必须要在 考虑清楚他的 他的角度范围在哪里 啊,这个是比较头痛的地方 来看看第8题 OK 第8题 2 at tangent 3分之1 等于 at tangent 4分之3 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at tangent 3分之1是等于alpha 得到说这个tangent alpha呢,会得到3分之1 当然这个tangent的只小于1的话呢,alpha呢,应该是在0到 4分之排之间 另外一个 情况,这个是2alpha 所以我们在考虑2alpha的话呢,他应该会是在0到 2分之排之间 再来这个 4分之3 等于beta的话 我们tangent beta 就会是等于4分之3 那因为beta呢,是小于1,所以他应该是在0到4分之3 之间 当然在这边,他们可以 有时候他们会偷偷把这个 啊,换成 把那个 啊 范围放大一点,因为要符合 啊 OK,所以也是可以了,放大 他其实 因为这个值会 很小,即使他乘2都好 这个角度乘2都好,他都会是在 4分 呃,就是4分之排 以内啊 这个我要怎样做 OK 我先考虑左边的话呢,他就会是 tangent 2alpha tangent2alpha的formula就是两个tangent alpha 除以1-tangent 平方alpha OK 熟悉啊,这个是我们的 三角函数的formula 2乘tangent alpha 是等于3分之1 1-3分之1的平方 9分之1 分子 得到3分之2 分母1-9分之1得到9分之8 3跟9可以越减 8跟2可以越减 倒转一下就会得到4分之3 OK 说这里已经考虑了那个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把tangent拉过去 我们就得到 2alpha 是tangent4分之3 就会是等于tangent-1 左边是3分之1 左边是3分之1 右边是4分之3 OK 这个后面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这是证明题来的 所以后面是没有答案的 唯一有答案好像是第1题 OK我们检查一下答案第1题的答案 看看啊 21 21的部分 2分之2分之3 是吧 All right 没问题 21 题目 给了你们 好 好 好 再来看2.4的部分 反三角函数的方程式 反三角函数的方程式 所以方程式 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要 找那个x值 啊 会是多少 好 所以在这边 比如说这个 你要怎样做呢 他就要把那个x的角度 可以是多少呢 就找出来 嗯 嗯 最简单 上面他在讲什么 我们先跳过 我们看一下 要你 整理出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子 OK 所以 asign x的话呢 你要assign拉过去呢 就会得到 signcita 啊 他的唯一的解 就会是signcita 这个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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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不过 当然你的cita的 是必须要符合 我们的那个 呃 cita的那个定义域 定义域吗 是定义域 呃 x的定义域 alpha是我们的 角度 我们的角度是我们的值域吧 哦 这个反三角函数的值域 是 已经规定好了 是在哪一个范围 哦 sign跟tangent是一样 是负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之间 cos跟cort tangent是零到π之间 哦 所以这几个呢 是 这个是原挂号哦 是因为 他们 tangent呢 是在负二分子π到二分子π 的时候呢 是一个渐进线 它会趋向于无限大 所以无限大这个数目又不存在 啊 所以呢 你会看到 tangent跟sign呢 其实是有少许差异 这个是可以用 呃 方括号 这个是必须要用远括号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是否有解 是否有解 我们一cos一拉下去 cos3 有没有解 cos3 cos3 呃 你会看到3是在0到π之间哦 呃 所以cos3就是它的解啦 按计算机得到0.99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唯一的解 那这个tangent一拉过去 呃 你会看到 诶 2的话 2的话呢 好像是超出了我这个范围了 哦 所以一超出这个角度的范围的话 哇 那这个tangent的值呢 就是不解的 ok 啊 这样子来看 哦 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哈 这个是单单拉过去呢 你都要考虑 呃 考虑角度有没有超出范围 所以 反三角函数最最难搞的部分 就是一直要去 考虑那个角度 是不是在我的范围内 ok 这个要注意哈 啊 那在这边 啊 sign 呃 这个pi除以6是 呃 30度 哦 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 啊 所以你写一下 哦 这个pi除以6是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把sign拉过去 然后 得到sign30好像是1分之1 2分之1 然后这个1再拉过去就会得到2分之3 诶 怎么他好像没有继续的写啊 这个应该负一要拉过去变加吗 所以x等于2分之3 我还没有做完成了啊 然后还要继续做啊 应该是x等于2分之3 那另外一题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spy先拉过去 再把4先拉下来除 啊就会变成pi除以4 我们的 at tangent的范围是 负2分之pi到2分之pi之间 所以这个是4分之pi是45度是OK的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tangent拉过去 tangent 45度刚好是1 这一再拉回来就会得到这个x平方 3-3x加2 这个可以因是分解变成x-2x-1 那就会是x等于2或者是x等于1 OK 所以这两个呢就会是他的解 就会是他的解 又完了 so 2f的部分 我解一半 我解后面半步了 OK我们来看一下 OK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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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是1a 2ac 2ac 3好像也是Ace3T吗 来我们看一下 试判断有没有解 如果有解请你写出他的解 所以第一题的B来讲 我们就看cos x x等于Pi 我们知道我的 我的cos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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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属于零到Pi之间 OK,所以X呢就会是等于 Cos CosPi CosPi的话是 -1 所以X就会是等于-1 这个我相信它是有负的啦 没有负的话感觉乖乖的 这个补一下是-1 如果它没有负义的话,它就是无解,为什么?因为我们Cos Cos的值一定要在-1到1之间,Pi的话就是3.1415 就超过了1,这个就无解了 可能它特地是要这样子 没关系,我们先这样子解 然后等下我们再看一下 是我多手去改它题目,还是 真的是弄错了 好,B的话 OK,B的话 我们第一个要判断的是 这个的角度有没有在范围内 Cos的话呢,是在零到Pi之间 So有了,这个有了 所以我们的3x加2呢,就必须要是等于Cos Pi除以3 CosPi除以3是60度,Cos60度是2分之1 所以我们的3x加2是2分之1,3x就会是等于负 2分之3 这个3跟3越掉了,x就会是等于负2分之1 大概是这样子吧 OK Pi除以4,Pi除以4,Pi除以4是45度 Pi除以4是45度 Cos45度会是等于1 我们的x呢 也就必须要等于1 OK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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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等于 Cotangent X 由于 左边 这一个 Cotangent 根号3 是一个特别 三角形 这是60度来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变成 π除以3 而且是正的话呢 应该是在第一项线 那过后呢 我们才把这个Cotangent拉过去 这个角度呢 它又是在我们的0到π之间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进行 X呢 就会是Cotangent π除以3 Cotangentπ除以3呢 好像是 1除以根号3 在有理化的话呢 就是根号3除以3 OK 这个就是你的解了 再看一下3A 3B的部分 3-Cosin-1x平方等于0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拉过去 就是3是等于 Cosin-1x平方 我们Cosin的范围呢 必须要在0到π之间 0到π是什么 0到π是3.1415 刚好3是在范围内 所以这个可以啊 所以x平方就会是等于Cosin-3 这个可以用计算机嘛 不能用计算机的话就不行了 如果不用计算机 那我们就这样子放着了 然后x开根号的话呢 应该就会是正负 根号Cosin-3 就这样放吧 那就这样放着 等下我们再看一下答案是不是 好 再来Cosin-1x平方-2x加1 等于π除以4 我们的Cosin-3的话 角度在0到π之间 OK 所以这个没问题 x平方-2x加1呢 就必须要是Cosin-3除以4 Cosin-3除以4是45度是1啊 然后再把这个1跟1个去掉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因式分解 抽一个x数来就会得到 x乘x-2等于0 所以我的x等于0或者x等于2 OK 这个f就麻烦了 看起来啊 我们有学过这个负可以抽出来是吗 然后我的负可以抽出来的情况哦 然后因为它在这边有一个负的关系 所以我负跟负去掉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4分之5 等于CosatCos 在这个情况啊 因为这个UTSIGN 4分之5 它是一个正的值 它是一定是在0到π除以2之间 呃 所以我们的要求UTSCOS 应该是在0到π之间 所以它是它是OK的哦 我们可以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写啊 连续的就是讲说 这样子的情况 属于它 属于它 OK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X会等于Cos UTSIGN 4除以5 哇 虽然你讲 哇 老师这个怎样做呢 我只需要把它 画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4除以5 啊 啊 如果这个角度是alpha的话 我只需要拿Cos alpha 也就是说 3除以5 就会是你的X 那这一题就有点哦 就要twisting一点点 一点点 也没有很多 就一点点 alright so我们来对一下后面的答案 2F 它是放5解 也就是说它真的是这个没有负的 然后它要你 要你直接判断出来 啊 它是直接判断出来 我们的Cos X的值呢 是必须要在负1到1之间 啊 所以这个Pi呢 是超出范围了 所以就无解 所以它这个负1 所以它这个负1呢 真的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那个负1的了 OK 所以 我多手加进去 第二题B对吗 负1分之1 第二题B没有错 D的话呢 得到1 也对 F的话呢 得到 更号3除以3 对 第三题B 得到5解 为什么5解呢 我再看清楚一下 这个拉过去变加 我的这个角度 必须要在0到Pi之间 没有错啊 0到Pi之间呢 Cos 输入得到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 必须要在0到Pi之间 Cos B 我再看下 我们看D对不对啊 D是0跟2 没有错 F是5分之3 F是5分之3 不在范围吗 OK 这个 这个我查了一下 所以这个的确是没有这个复义的 的确是没有复义的 然后 这个我没有看错题目吧 这个拉过去 Cos 拉回来 Cos的范围 不需要0到Pi之间 然后它的解就是Cos Pi 3的确是 的确在范围内哦 可能那个答案错了 再不然可能这里再修改一下 它换成5啊 如果它换成5的话呢 就就就就就不行了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可以吗 我的这个换成Radeon Radeon 我要怎样检查呢 就是我刚才算到了 它是 根号 根号就不用了啊 那就是说我的X平方的会变成Cos Cos3 然后我再去RadeCos3 就得到3 3减3就得到0 的确是可以的 哦 的确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后面答案应该是有点 有点问题了吧 所以有时候会这个会 我修改一下啊 这题的答案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是正负 啊 跟号 Cos3 这个3是ingredient 那应为点 alright 好 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看哦 还有例题21 例题21 这个情况跟之前很 相 但是之前给的是角度 角度在里面 所以这边他就也是一样了 因为 没办法说直接的 看出来 那我们就假这个是 呃 假设这个是alpha 这是beta 然后tan alpha 就是x加2 tan beta 就是x x加1 然后直接的两边加tan 啊 就会tan alpha -beta 就会得到tan π 除以4 tan π除以4 就是45度 就会得到1 这个我们用那个方程式拆开来 tan alpha -beta 的话就tan alpha-tan beta 所以1 加tan alpha beta 那因为他这个都是tan 我们就把这个x加1放进来 把这个x加 sorry x加2放进来 x加1放进来 x加2 x加1 所以我们只要解这个方程式就行了 分子的话 x跟x去掉 2-1 就会得到1 分母的话呢 就会得到 a1加 a1加 a1加x 平方 加3 x加2 然后等于1 然后等于1 所以3x加3 乘上去对面 把1再拉回来减 所以剩下的就是这个 然后再因此分解 又会变回去 x加2 x加1 所以x 就会等于-1 或者x等于-2 x等于-1 或者x等于-2 那在这边呢 他又要再考虑 考虑什么呢 会不会有产生真根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的 我们什么时候会真根呢 就是我们 之前有写一个有 无理式就是有根号的情形 你硬加平方 他其实就会产生真根 其实这个反三角函数呢 也是会有产生真根的情形 就是说你 你左右加dangent的时候呢 其实啦 会造成也是会有真根的情况 因为 就是如果你取的那个范围 不是你要的范围的话 他还是取了dangent之后 他是对的 他是得到一样的答案 就是取dangent的时候会一样 但是真正来讲 他不是在这个反三角函数的范围内 所以类似这样子一个 一个原理啦 OK 怎样看呢 就是说你把-1 带进去 你把-2 带进去 看一下他会不会在那个范围内 不过dangent的话好像是不会怎么影响的 因为dangent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 我们叫 定义域啊 是-5线到5线 所以我不管怎样带应该都没问题 只是说 在art sign 在art cost的时候就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带进去 超出范围 或者是不在定义域里面 那他就 他就不行了 OK OK 所以在这边他是经过验算的两个 两个值呢 都是可以的 两个值都是 符合的 那他就是 适合的方程式 -1可以吗 -1就会得到这边是0 这边就会得到1 ad tangent 1是等于45度 没有错 -2的话呢 这里就会得到0 这里得到 -1 ad tangent -1的话呢 会刚好是 -2分子π -1 又会得证 -4啦 -4分子π 所以这个经过验算是对的 这两个都对的 OK 没有问题啊 OK 所以 两边加tangent也好 两边加cos也好 两边加sign也好 都 寻理 寻理 都把 答案 带进去 算一算 看有没有问题 OK 立体 22 我们看一下 同样的一个情况 我把这个设成alpha 这个设成beta 这个alpha 的话呢 就是1 除以sign 为什么 我们要 画 直角三角形 dangent不用画 因为你的方程式 一补dangent的时候 全部是dangent来的 所以你就只需要用回 他给你的 但是如果是sign的话呢 你一放sign也好 就是放cos也好 就会变成sign cos-cos 就是sign cos都要用 所以变成了 你必须要画一个 直角三角形 来判断 除了sign以外 你要判断他的cost是多少 OK 这样子的原理啦 所以 这一个就当初是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这个 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beta 这是x除以2 那这个就是2的平方是40-x平方的开根 所以我们有了sign alpha是等于s signbeta是等于x除以2 cos cos cosalpha是等于根号1-x平方 然后cosbeta的话 就会是等于这个根号4-x平方除以2 OK 所以他两边加cos 如果两边加sign可以吗 等等啊 我记得有他的原因为什么要加cos 我说 是因为 如果你放sign的话 这两个角度都是 都是我们都假定为第一向线的角 OK 我们都假定为第一向线的角 所以两个 两个角度相加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去到第二向线 问题是sign的这个第二向线的角呢 他也是正 所以他区分不开来 所以他为什么呢 他在这边呢 他们用cos 是有他的原因 所以cos的话 其实做法一样了 就是formula不一样 Cos cos-3 然后加法的话 就减法 cos 2-3 这个其实是 第2向线角 的确是 第2向线角 所以是 Full 的 1 OK 把数目带进去 cos alpha 是这个 根号1-x平方除以1 所以除以1就不写了 cos β 就是 是x 是不是写错东西 是写错东西 cos beta cos beta是这个 除以2 除以2就好了 除以2就好了 是吗 他应该有除以2 这平方又去掉了 有 这本书 有点糟糕 OK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x 1 x 就是x 2 然后 这是-1 所以在整理方面 我们再开个 开个白板整理 因为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你会看到有 1 我们如果全部的都乘2的话 那我的这个根号可以写在一起 再来的就是 这里是减x平方 这里就会是减1 然后我再把这个减的拉过去对面 就会是 啊加x平方 所以他漏了啊 这个漏了除以2啊 这个漏了这个平方啊 这个课本真的是 OK 所以在这边要是怎样继续解呢 我们两边加平方 啊两边加平方 说两边加平方的话呢 他在这边呢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 他把 他抽一个负出来 再取平方的话 负1的平方其实就变成正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把他变成一样的这个供应数 啊 所以我把他拉过去右边了之后 我就可以抽这个1-x平方出来 所以这一边抽1-x平方出来就会得到4-x平方 这个抽了1-x平方出来就还有剩下一个1-x平方 所以在这边如果人两个相加的话呢 x平方跟x平方好像可以去掉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不影响的 只有这个会影响 x平方等于1的话呢 x就会等于正负1 怎么13 怎么13出来 吓死我 没有13 正负1 正负1 正负1呢 他又放回去里面 放回去里面 如果放1的话 这里放1的话就1分之1 放1的话 伤1 伤1 伤1好像是90度 喔 π除以2 那π除以2 这个就会变成π除以 π除以6 π除以2加π除以6好像就可以得到 π除以6 2分之1 3分之1是π除以6 我刚才 好 这边 我们带1进去 add sign1 这边就会是add sign2分之1 add sign1是π除以2 add sign2分之1是π除以3 通分 通分就会是等于3π 326 加起来 哎 加起来好像不对 加起来好像不对啊 如果是正的话好像不对 这个好像很奇怪 x 等于一位 x 因为 跟他x 又是真根 应该舍弃 然后又 我 我觉得-1反而对吧 我们再带-1进去看下 OK 如果是拿到 sine-1 sine-1好像是 π除以2 然后再来的就是 sine-1 好像就会得到 啊 sine-1 这个是π除以 π除以3啊 π除以6 我搞什么鬼 π除以6 π除以6 复π除以6 哦 这样应该是这边弄错了 sorry 这边弄错了 所以如果是π除以6的话 这边是π除以3 这个是 π 这边加起来应该是 10 月减的话 啊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是对了 但是这边两个都是 就做出来应该就会变成 -2π除以3 换句话呢哪一个是真根 x等于-1为真根 然后 x等于1呢才是他真正的结 yeah x等于-1为真根 应捨去 所以这本课本真的是 有一些 错误的地方 所以你会看到呢他这里有解释的 例题22啊 他两边取余旋 旋 他可以得到 他取余旋 他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发现到了 如果是sine乘sine cost乘cost的话 他就会得到只有一个 根号 只有一个根号 如果你放sine的话 你这一边 就会得到sine跟cost cost乘sine cost就会有一个根号 这里cost就会有一个根号 你就会有两个根号 就会比较难做 所以他在这个取cost的值是比较容易有理化 所以这个也是他很smart的地方 OK 说这个 这个查识有解释到了 所以不然的话呢 其实理论上来讲 取sine跟取cost都可以做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最麻烦的就是sine的情况 他有时候未必取sine会比较容易做 有时候他是必须要取cost 才比较容易做 因为sine的话呢 就会得到sinecost乘sine cost的话就会得到cost乘sine 所以不管怎样你都 一定要找sine跟cost的 只是说cost跟cost乘 还是sine跟cost乘会比较好 这个你自己去算一下 OK 所以他这里是有解释到 为什么他在这边取cost而不取sine 好再看下这题 这题也是啊 这个的情形 当然你如果你讲说 我把它 用刚才的方式 把它set成这个是alpha 这个是beta的话 你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你会有很比较多的那个位置数 因为在这边一个是sinex 一个是cost 两个都是x 两个都是x 而且一个sine一个cost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观察到呢 他是有这一个 之前证明到的这个横等式 asinex 跟atcost 加起来他是 互余 对吧 π除以2的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呢 我split成 一个atcost 加两个atcost OK 3就是1加2的意思吗 就是这么简单 他只是把前面的这两个 combine 变成了π除以2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2加2atcost 那这个二分之一再拉过去减 就会得到三分之二 这个二分之一再拉过去除 就会得到π除以3 好 那这个的话 他就会变成了 最原始的那一个 题目 就是我们上面做的这些 最原始的 我只需要判断什么 我只需要再次判断 这个角度是不是在我的取值范围 如果是的话cos直接丢过去 x就会是等于二分之一 OK 所以你会看到了 善用 你的横等式 你就会容易很多 OK 这题 这题 不可以像刚才那个横等式这样子 因为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 atcost 2x 一个是x 一个是2x 就不行了 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要把其中一个设成alpha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sinealpha就会等于x 好 那在这边我们两边如果取 atcost 我们两边取cos的话 我就会得到cos2alpha 这个的话的就会得到cos跟cos 负1 你可以直接去掉的 只要是cos 里面是cos 负1的话 记得那个顺序 cos跟cos负1可以直接去 cos负1乘cos的话呢就不行 那个就有麻烦 所以这个是得到2x alright cos2alpha有三个方程式 他选择用了这个1-23平方alpha 不要问我为什么选这个不选这个2cos平方alpha 我个人是觉得两个都可以用的啦 两个都可以做到 他只是说在这边他选择用这个 1-23平方的这个 然后呢 原因是因为sinealpha已经是有了x 如果你用cos的话呢 你又要再去换那个 那个三角形 来去找你的cos 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在这边因为他有已经有了这个sinealpha是等于x 他就直接把他放进去 x平方 之后全部放去同一边 就会得到 2x平方加2x-1 这个的话呢 你硬式分解不了 你硬式分解不了 应该做来做去做不到 所以就只能用公式法 x1就会省于 负b 负b是负2 根号b平方是2平方 224 减4ac就是加 因为这里是减减变加 加128 4加8得到12 12开根号的话呢 就会得到2根 有点复杂 我写一下给你看 OK 22x平方加2x-1 这个原本是 a是等于2b是等于2c是等于-1 然后我们的方程式是什么呢 x等于负b 正负 根号b平方 减4ac 除以2a 对吗 负b就是负2 正负b平方 2的平方是4 减4乘 2 再乘负1就会变成加了 乘2 OK 然后除以2a 428 8加4等于10 8加4等于12 12的话呢 12其实是4乘3 4的话可以开根号变2 所以是2根号3 增负 负2 所以我们可以约一个2 约一个2 所以你会看到了他是-1 增负根号3 除以2 OK 所以加加放在前 x1 减的那个他就放在x2 alright 所以他就省略了那个整理的步骤 sorry OK sorry 所以得到了这两个之后呢 要验算 那验算 验算的话呢 我们 只需要 我感觉上我们只需要看这个 x的范围啊 必须要在1跟-1之间 对吧 但是 2x 也是必须要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 2x如果也要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呢 我除以2呢 我感觉上更加严苛 他必须要在 他必须要在 负2分之1到 2分之1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个是多少 1 加这个是1.73 所以两个加起来应该是2.73了 这个已经是超出范围了 那这个是根号3是1.73 减1的话就0.73 就小于1 这个就可以 所以这个 我们就直接看他作为 整根了 你没有办法 带回进去算的 因为他太 这个数目有点太大了 当然你讲说我按计算机 偷偷按计算机 带进去 Math error的话呢 就当作是没有 当然也行 当然也行 不过我们呢 考试的话 如果是 做答题 我们必须要解释 为什么 如果不能讲说 经验算 这个你验算的话 按计算机也是有点麻烦 你就直接讲说 因为这个 是整个 因为这个 的 的 的值 你去算出来的话呢 他是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1的范围 超过 绝对值 大于1 就是在 负1 他其实是负1 小过负1 小过负1 OK 这样子了 没问题 这个方程式呢 X1是解 X2是整个 X2是整个 从上面看 两边 施加 某一三角 运算 将方程式 先变形 然后后找出解 然后最后 一定要经过验算 因为他会有 不一定等价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了 他一定要进行验算 检验的 OK 今天我们解 2G的部分 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反三角函数的这个 反三角函数蛮多的哦 你看啊这个 高速2呢 其实是 反三角函数呢 是考试的重点 在这边我大概有8页 8页的那个 题目 没关系 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题 2G了 做哪里 做B啦 做B 后面的 后面的 OK OK 2G的话 1A 2A C E ABC D E F G 4G H I I Alright 总复习题 可以的话 也做买它了 所以 今天的功课 蛮 不多啦 那三个小节的 其实没有很多 总复习题 OK 总复习题就做完了 就这样子 OK 我们来解一下 Cosin-1x 加Cosin-1-x 等于 1分之1 然后呢 他就讲说 根号 x 小于1 有没有解 有没有解 这种 巡礼 应该就是做一做嘛 我们做一做 看一下有没有解 这个负值感 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Cosin里面的负值可以直接去掉 因为 因为 他的 值 他的值 因为他的取值范围 他的取值范围 我们是圈这个 这个部分 然后这里是正负正负的 你放一个负也好哦 不是直接去掉 他好像放一个派 派剪的 派剪去他 我们我再检查一下 前面有有那个拆掉 拆负的时候 派剪掉他 派剪去这个 角度 所以原因是什么 其实 你可以看到吗 这边 原本是正跟负 如果你 倒转的话呢 你是负跟正 所以变成了你 如果你就是这个范围 我要变去这里的话呢 就是 感觉上是 我整个加 加派 你就会得到 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边 我要把这个负给去掉的话 我就要把它变成加派 来 减去cos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去掉了 然后派要等于派出 就不太可能的吧 啊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题的做法真正是怎样呢 你是从这一边 从 来分塞 做到这一个 然后做到还是派 然后发现到还是不等于这个派出 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我无解 我这个是误解的 OK 因为这个 是可以去掉的 所以我不管我的 是什么值都好 这个理论上做出来应该会要等于派 所以你看啊 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按下计算机 at cost alpha x 加上at cost 挂糊 负 alpha x 在这边我随便只选了 x 0.9 啊 啊 我会得到三点一四一五是拍来的 然后我在卡克雷 啊 负0.9 啊 负0.9 他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管 X带任何值都好了 只要是在一到负一之间 只要是一到负一之间 不要 然后负一的话呢 负一的话呢 好像也是 只要他没有出现 Math Error的 你不要放2啦 然后放2就Math Error OK 这样就不行了 啊 不然的话呢 0.5应该也可以 啊 负0.5应该也可以 不管你的X带任何值 他都一定会是等于3.1415 也就是拍 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这样子猜了之后 根本不会影响一加一减是去掉的 他一定会等于拍 所以你要等于拍 所以没有解 给自己 第一题是这样子 好第2题 B 我们看看 哦 这题 Tangent 负1 X-1 X-2 加 Tangent 负1 X加1 X加2 等于 Pi-3 Pi-3 OK 所以如果我两边拿Tangent的话 那我就会得到 这个 我做快一点了 你 你们做的话 你们还是要把前面放成Alpha 后面放成Beta 然后才简化他不要跳步 我 我偷懒一下 我跳步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知道Alpha跟Beta 放一个Tangent 就是Tangent Alpha加Tangent Beta 就会是等于这样 除以1- Tangent Alpha 乘Tangent Beta 这边就等于Dangent Pi除以4是等于1 All right so在这边我把这个离过去 我在上面在通分 中文 然后每一个如果我乘上这个分母的话 那我这边应该就会变成这个分母 然后全部应该就可以是那个 感觉上可以展开了 对吗 我先写多一行 然后我再一次过全部展开 这个就会得到这里 这个就会得到x-2x-2 这个就会得到x-1x-2 x-1x-1 左边展开 前平方 加x-2 x平方 减x 减2 这个是x平方 减4 这是减x平方 加1 这个可以去掉 这个可以去掉 减2减2等于减4可以去掉 所以是左边是剩下2x平方 右边是剩下1 x平方是等于1分之1 x的话呢就会是等于正负 但我可以自己不轻非常地银行 1分之1 1分之2 2分之1 2分之2 3分之2 1分之1 2分之1 2分之2 1分之1 2分之2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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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ngen Atengen刮虎 Alpha x-1 除以 Alpha x-2 关 关 加上 点 点人 开 开 alpha x 加 1 关 开 温和 关 管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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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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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利根号 这个是不是3 你要确定这个是不是Pi除以4 很简单 你在这里放一个减去 Shift Pi除以4 这样子的话 等于0就对了 在Calculate这个如果是负 负1除以根 负1一定要用这个 负1除以根耗2 也是0 所以这两个呢 没有真根 这个没有真根 两个都是减 这个是第二Tb 第二题东西 我们看一下 2 ad sign x 加上 ad cost 1-x 等于0 所以如果 ad sign x 等于 alpha 画一个三角形 alpha是 x除以1 这个就是1-x平方的开根 OK 可能会要用到 再来ad cost1-x 等于beta的话 1-x 所以1 那这个是1的平方 减去1-x的完全平方是1 加2x-x平方 应该是这样吧 我再开根后 哇 哇 有这样子的东西哦 这是beta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的cost有 这个的cost有根号 这个是sign有根号 所以在这个情况啊 你放 因为如果这里等于0的话我就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把它 我可以把其中一个拉过去吗 然后两边加 两边加cost 它是有一个负值在前面就麻烦了 两边加cost麻烦了吗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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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做法 突然间想到 OK 所以如果我把 这个拉过去对面 我就会得到 -2 ad sign x 我把负把它拉进去 我就会得到ad sign -x 可以吧 对吧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在这边 如果我两边取cost的话 这一边就会得到这个 如果这个就会得到cost 两个角度 cost两个角度 我就会得到1-2 sign ad sign -x 这个情况的话呢 就会得到1-1-1-2 1个1去掉的话呢 3x等于0 感觉像x就会等于0 我们在验算呢,如果放0的话呢 如果放0的话呢,Assign0 Assign0的话等于0 这个放0的话,1-0是1 Add Cost1的话呢,是0 所以0加0是等于0,没有错 OK,这题 如果有0的话,把其中一个丢过去对面的就比较好 不过如果你丢Cost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在取两边 取Cost也好,取Sign也好 Cost付Add Cost的话就好像做不出来 你就要把这个Food去掉 先去掉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Sign如果有Food的话呢 只需要把这个Food放进去变角度 就比较方便很多 OK,所以这个就是 用这样子的方法呢,就会比较容易了 OK 这题D 我们再看一下 F 的部分 Sign2x加 Signx等于Pi除以3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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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边我们假设这个是Alpha OK 这是beta啦,然后画三角形啦,这个是2x除以1 这样这个就会是1-4x平方的开根号 这个的话呢,就会是x除以1啦,这个是beta啦 这样这个就是1-x平方的开根号 那这个情形也是像刚才我们所讲的 如果你是变成sign乘cost 然后再用一个cost乘sign,这样你两边的加法呢,都会有根号的 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比较鼓励说,我们取一个alpha 我们取一个cos cos 这个就会得到cos cos 这个30度,cos 这个30度是等于1 2 OK,然后cos alpha的话是等于1-4x平方 cos beta的话呢,就会得到1-x平方 sign alpha的话呢,就会得到2x sign beta呢,就会得到x,所以是x平方 啊,你看,不要容易了,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拉过去 加2x平方,然后这个是变成了一个东西 所以,所以我们就直接呢,拿平方 等等啊,你给我想一下啊 这个没有供应数 有供应数 当然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乘2啦 可惜的是这里是减,这里是加 这个就是可惜的部分 如果是两个都是减的话,就容易很多 我们就可以抽公应数,抽这个整个抽出来 这个乘2,这个乘2,这边记得要乘2 所以加平方啊,我们直接加平方 这个等于4,这个我展开 展开它了,1-4-1,就会是等于-5了 x平方,这个减减变加4x的四次方 这个展开就会得到1加4,8x平方加4是16x四次方 所以乘进去的话呢,4-5是20x平方加4是16x四次方 等于1加8x平方加16x四次方 诶,可以约掉 再来这个拉过去,这个拉过来 这个是等于3,这个是等于28 可以约吗?这个约不到3吧 约不到3 这样我们的x平方就会是等于3除以28 我的x就会是等于正负根号3除以28 28除以4吧 7是28 如果要有理化的话呢,它应该是 1分之1 根号3除以7 对吧? 那你上下层根号7的话 7三二十一 7二十四 大概是这样子 要验算哦 要验算哦 我们放回进去这个 放回进去这里 你就会发现到负值应该不行 因为你一放负值 这个角度就会是负的 这里角度也是负的 那你加出来没有理由是一个正的角度 OK,所以应该是x等于正的 估计 当然,按计算机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的是 这样按内 Shift Sign 挂胡2Alpha X 关加Shift Sign Alpha X 把这个拉过来,变简 Pi除以3 直接Calculate 给他那个Alpha 给他那个Alpha 那个Alpha Alpha是什么? Alpha是 根号21 除以14 这个时候你不要放那个分数啊 为什么啊? 这个也是 如果放除 我的Priority 就会比这个根号来的低 他就会拿根号21 之后才去除14 如果你放那个分数的话呢 分数的Priority 会比这个根号来的高 他就会先做21除以14 然后再去根号 所以这个你们要注意 当然你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放一个挂胡在这里 放一个挂胡这样子啊 安全起见 0 如果是负 负的话呢 我相信就不对了啊 负跟号21 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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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 不是0了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是负值 负值 那个不行 真的那个是 啊 OK 很长啊 所以如果 万一 不小心 你这一边 不是取cos 你去取sine 我相信 你会 难很多 然后你会做到很忙脏 然后不想要做下去 OK 所以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有些立体 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OK 我们再看一下 在下一 再接下去的第几节 F G H H H 防大点 H H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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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好像就会直接去掉了 不需要考虑什么 东西的 所以变成了X等于2X 这个情况好像只有一种就是X等于0 当然你就讲的这个拉过去就会变成0是等于X 就是2X-X等于1X 然后这边拉过去了剩下0 所以这个情况就只有X等于0 不相信你可以放进去 0是对的 这个 这个肯定是对的 会不会有其他情况 会不会有其他情况 那没有吧 但是没有这样子其他的情况的出现吧 有其他情况 没有没有 应该是这样子做 J的话呢 啊 等于4- -1 等于 ad tangent 2 你想想一下 所以因为我们要找的是X 所以 我可以把这两个调位 就会变成 ad tangent 4-ad tangent -2 会等于 ad tangent X 两边加 tangent 的话呢 这个就会是等于4-2 除以1加4乘2 对吧 这个是 d tangent d tangent alpha-d tangent beta的情形 我跳步了哈 两边再加 tangent的话 两边加 tangent tangent d tangent -1 去掉就会是等于 X 这个4-2得到2 4-2得到8 8加1 就会得到9 我们验算一下 我们验算一下 ad tangent 是 减 ad tangent 2 再减 ad tangent 这个2除以9 哎 哎 还没有按 按 2除以9 0 所以是对的 alright 你怎么后面突然间 变得容易去了 后面这两题 特别容易 我们对下答案了 不要这么开心了 等下我做错了就糟糕了 看下 看下 这题是 二举 啊 哎 看看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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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第1题 第1题 啊 无解 哦 会得到π 而不是π 除以2 b的部分 正负 更好2除以2 没有问题 东西 得到X 等于0 很好 再来 F 是很复杂的 这个 跟他21除以14 啊 对了 再来 是等于0 的确是这么容易 不要怀疑啊 看到容易的题目还是一直在那里怀疑自己是做对 J的话呢 是9分之2 啊 这题其实蛮简单 可能那个陷阱在哪里呢 陷阱可能学生 直接的在这边啊 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直接啊 放Tangent 如果你直接放Tangent的话 你就会得到什么 你就会得到 4-X除以1 加上4X 等于2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交叉成就会比较难一点 其实也没有很难啊 难一点这个乘上去的话就等到2加8X 这个拉过去这个拉过来这个是2这个是9X 然后也是一样得到答案 所以如果你是 没有 挪 你没有整理他你没有把它移位 就直接取Tangent的话呢 也没有太难 市场做出来 OK 可以 说时间 刚刚好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